欢迎收看司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跟各位说说关于去中国化的问题 海外有一种舆论 说现在中美要脱钩 所以呢去中国化 我在这提一个概念 叫去美国化 你去中国化我去美国化 这东西成立不成立 可不可以这么说 到底什么是去中国化 什么是去美国化 过去我们大家有个说法 叫做所谓全球化 就是美国化 后来我们反对美国化 我们拥抱全球化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在二战之后的基本的国际规则 是美国人所倡立和主导的 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 全球化事实上就是美国化 从积极的方面说 美国当村长 那尽了一些责任 输出了一些技术 输出了理念 输出了框架 甚至输出了价值观 那这个全球化当中是美国化 是一种势在必然 但是这个村长有私心 他在推行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怎么合适 怎么来不讲道义 不讲规矩 所有的民主人权 自由宪政之类的东西 都是挂在嘴上的 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 拿一罐洗衣粉就能发动一场战争 他是这样的 这很像中国古代的一出戏 相关白天的升堂 审判 亲民演得好极了 半夜里把脸那么一遮 穿一身紧身的黑衣服 出去杀人越货 村长这样 过去我们不知道啊 一位村里的喇叭 一直村长控制 他把自己的形象扮演得很好 现在世界平了 互联网发达了 人们觉悟了 村长家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了 所以村长的形象的变得越来越清楚 本来全球化是美国人主导的 美国人拉着中国人进来 中国人进去了 中国人进去之后 美国人觉得我吃亏了 把你拉进来 本来是想让你给我们家当长工啊 干活啊 谁让你登堂入室了 你怎么连5G都搞了 大飞机都搞了 高铁都搞了 哇 互联网应用更是我望尘莫及了 你现在居然发展的速度这么快 肉长这么快 这不是我设想的样子 所以 不搞了 我退群 我把你推出去 我拉着大伙找茬 跟你过不去 所以说到这儿啊 各位 我们要明确一个事 不是我们呢 要去美国化 而是美国要去中国化 诋毁中国人的政治影响 破坏中国人的生意 军事上威胁中国 拿着我们的伤口撒盐 在台湾的问题上没完没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又发动贸易战 又借助疫情 无中生有的打压 勒索中国 按照美国人提出这个标准 白邦瑞是一个中国 有很多中国朋友 他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 出主意 说死一个美国人 要赔一千万美元 大家想想 这比庚子赔款厉害多了 咱赔得起吗 不但改革开放 40年的家底要赔进去 改革开放之前的 前30年 那些基础也要赔进去 如果赔继续他的这种模式的中国化 那我们就等于自费武功啊 等于我们把桌子掀翻了 一切从头来 只能在人家的这个框架里边 养人鼻息 供人驱使 卑微的活着 如果你不从呢 那不从就是去美国化 你少来 对不对 所以去美国化和去中国化的问题 是美国去中国化在前 而且招招见血 是要来索命的 我们不过是应对他 因此有一些所谓的去美国化 但是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来讲一讲 往下来延伸一下 这样行不行呢 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叫公知 这批公知是一帮恨国文人 汉奸文人和买办文人 恨国是他们的表现 汉奸是他们的政治定性 买办文人是他们在行动过程当中 牟利的那种形象概括 汉奸文人恨国文人买办文人 他们在利益上在思想观念上和 要中国老命的这帮西方政客 有某种实际上的勾连 他们说绝对不能去美国化 绝对不能怎么怎么样 我们当然不想怎么样 我们不愿意脱钩啊 中美是如此紧密的连在一起 怎么能脱钩呢 但是当他的刀向你的咽喉布扎来的时候 请问要不要躲一下 请问他扼住你命运咽喉的时候 你要不要采取有利于自己 但可能会得罪他们 激怒他们的行动 有一个预言大家都知道 狼在河的上游喝水 羊在下游喝水 狼凶狠的说 小羊 你弄脏水 我要吃掉你 小羊说 你是喝上游 我是喝下游 我怎么会弄脏水呢 老狼咆哮道 不论你怎么说 我都要吃掉你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论你怎么说 他都要吃掉你 狼的本性是没有办法改的 那中国一再强调 2012年之后 进入历史新时期 中国关于改革开放 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 关于更强的力度改革开放 关于自贸区 关于改革开放 一系列政策 缝会必讲 改革开放 开门做生意 学你们的好东西 请你们进来做生意 我家大门长大开 我家大门长大开 我家园子长大开 我家客厅长大开 我家卧室长大开 我家保险柜长大开 都尝给你看 让你呢 做股东 让你做大股东 行了吧 我家大门长大开 都到这种地步了 人家依然不满意 现在是他们要撤回去 是美国人自己 他们不再搞开放政策了 他们从来就不改 他们也不开放 他们要把大门关上 他们认为自己吃亏了 他们说 如果你要是不臣服 他们就用最恶劣的方式 不惜用什么什么手段 来对付中国 现在我们回头来检讨 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 以前有人说夫妻关系 好家伙在网上被很多人诟病 被很多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什么夫妻关系 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有人说是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是愿意啊 美国人不愿意啊 我说呀 中国和美国是一种利益关系 这种利益关系最早的框架是 联合结盟 以反苏 因为那个时候苏联 行大国霸权主义 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 珍宝岛战役打了一架 准备用核武器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 苏联的威胁更加迫在眉头 所以美国人意识到呢 这是一个机会 激情歌来了 没有建交的国家总统能来访问 而且半夜里到书房见毛泽东 他有求于中国 当然我们愿意打开大门 所以是联合的一个盟友 当时是为了抗击苏联 而后当苏东坡垮台之后 这种利益关系延续下来了 那也是各有所需 因此这样的一种关系 美国人统设着这个世界的体系 我们在美国人这个体系下边呢 往前走 中国总是像是一个负责任的班干部 像是一个好学生 像是一个讲礼貌 从来不出恶言 把所有的苦活累活脏活都干了的人 但是美国交涉淫逸 居高了一下 大爆粗口 横踢马槽 这各种各样的例子 我就不举了 从南海的飞机 到炸我们的使馆 到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生乱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怎么往前走 两个问题 长话短说 两个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报告会 我们就可以把这事说的更详细 但是因为我们的视频节目呢 时间很有限 所以长话短说 对外啊 对外 那就是谈谈打打 打打谈谈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就有一个主张 后来中美在谈判的时候 毛主席又给周恩来面授记忆 强调什么呢 强调 谈的时候 要防止右 打的时候 要防止左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跟他谈的时候 不能一下子就取消了自己的独立性 重庆谈判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分析的特别透 谈的时候要防止右 打的时候呢 那要不能打个痛快 嘴上痛快 要不能太左 要留有余地 要有礼 有利 有节 那现在我们的官媒 对于特朗普的这种批评 对特朗普这种声讨 那你当然是 要猛烈的抨击他 要对他的政策 接他的牢底 但是 如果像网上评论那样 使用爆粗口的语言就不合适了 对吗 因为和身份 还不通 要有礼 有利 有节 不是我们不想和谈呀 是人家不想啊 不是我们不想一体化 这个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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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 是人家不想 人家不想 你还一个劲的要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那不成吗 是没戏呀 我们既然不成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一条道跑的黑 你跑也跑不到黑 甘愿做人家的依附 台湾 组合统一不要了 南海不要了 高科技不要了 一切都让给别人 这不是我们的路 这不行 啊 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那对内呢 长话段说 对那两条 一条就叫做继续改革开放 十八大之后的产业升级啊 高压反腐啊 遏制资本外逃啊 文化自信啊 一朝一世 渣渣事事都在做 我去年去了一趟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我有很多感想 回来之后我想写一篇东西 想谈一个核心的问题 我在这儿姑且透露一下 巴基斯坦普通老百姓 对中国好得不得了 见面 China China We're a good friend 是的 跟我们合影照相 但是上层社会的人 人家很矜持 跟你有距离感 我开始不理解 哎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啊 时间一长 聊地多 我知道 因为巴基斯坦 我们这个巴铁的好朋友的 上层当中的很多人 全家都是外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人家全家都在国外 牛津哈佛毕业的 回到国内当官 回到国内做买卖 巴基斯坦的国内的经济命脉 是被他们的家族控制的 这个国家是几大家族控制的 所以老百姓对中国友好 那怎么能解决重大问题 我当时就脑子里跳过一个念头 如果我们资本外逃的问题不解决 如果我们贪官外逃 那些呢 挣了钱的人 先富起来的人 他们纷纷变成了外国公民 回过头又在国内做生意 他们控制了我们各个产业的命脉 那我们不就像巴基斯坦的经济一样 变得很畸形了呢 人民为中心 人民立场 人民本位 人民当家做主 从何体现 又何来所谓社会主义的性质呢 所以说到这儿 我就希望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一些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 但所有的一切回过头来都是要做好自己的事 改革开放继续 坚定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国家是我们的幸福和幸福生活的保证 疫情是我们认识到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就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国家靠得住 解放军不会扔下我们不关的 刚才有小兄弟问我 那你觉得美国人这种敲诈中国 勒索中国 叫中国索赔这事儿 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哈哈 没可能 断然不可能 没死他 哈哈 你对一个何大国实行敲诈 你要彻底的废了我们的武功 让我们七十年的共和国的建设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你们想什么呢 那我这小兄弟又有问题了 说那那既然不可能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我跟他打了一个比方 我说这人呢 踩着出溜皮打滑出溜 滑出溜是我们东北土化 踩着西瓜皮往前出溜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滑到哪算哪 我不说了吗 他一要面子二要银子 都要不着也没所谓 那也是自己给自己暂时解了围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踩着西瓜皮打滑出溜 啪自己摔摔个大马爬 那是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 最新是我们的长武发射又成功了 长武发射 这种大国利器 事到如今我们不能不怀念 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 那一代老一辈革命家 在何等艰苦的年代 给我们留下打狗棍 我们的打狗棍变成金属打狗棍 结成了力量更强大了 所以叫花子也得有一个打狗棍 没有打狗的棍 我们就没有办法立足 更何况我们今天有了一点经济基础 有人说美国摔落了 美国不行了 美国完蛋了 美国西山西下了 这说法 你作为一种战略上 表示敌人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我们严肃讨论问题 这么说呢 是没有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 因为美国人不像你说的那样 摔落的那么快 美国是有一点问题 比方说你现在百分之二十的人 马上二十还往上涨 朝你要救济金 我说了 家里四半片都拿不出来 没钱呢 那遇到事怎么办 那就得发钱呢 发钱美联储 那就得印票子 印票子 那就兑水吧 对吧 好听就量化宽松 不好听就村长打白条嘛 村长打白条解决就一问题 那生产东西你从中国转移回去 能不能转移回去 转移回去之后 你的质次价高 美国人一个小时多少钱 中国农民工一个小时多少钱 行吗 都转移到柬埔寨 转移到越南去 有可能吗 这种成本拼下去 中国的优势还是在美国的劣势也还在 但是比较起来 各有各的难处 所以最期结尾呢 我就想各位跟各位说一个话题 这话是葛优说过的 地主家也没有闲钱呢 地主家也没有闲粮啊 地主家也不容易啊 地主家不容易 地主就摆出一种恶霸的份来 恶狠狠的干坏事 准备拿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这个大家动刀子 大家人家自己也有刀子 那怎么办 哈哈 那就是要展现我们的策略 水来土党兵来降党扎扎实实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前些年我们有一种议论呢 有些人学了西方经济理论 回过头来以为自己只有 资格指导中国的改革 说我们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我们呢要去低端 我们要升级换代是对的 但是不能都去了 全产业列 就是高中低端我们都要有 他没能耐搞什么高产业链啊 他没那个技术 当然就低端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发展我们的产业集群 所以我们要发展我们的高科技 中科技 包括一些低科技 所以我们要打造我们资本雄厚的实力 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能听信那些西方学的经济学理论 回过头来就指导我们的工作 闭目色听哇里哇啦 发议论的所谓的自由主义学派的专家 学者的话 按照他们的说法 我们现在呢 这边打官司 我们这边呢 律师医疗各种服务产业 要把它搞到国民经济比重当中 占的比重很大 对不起 那玩意儿啊 必须浮着在产产业资本之上 如果我们不是今天的全产业链 如果我们今天的不是工业农业生产 各个门类我们全都齐全 我告诉你 竞争起来我们可就下了菜了 今天 今天好像我们没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可怕的 假如危机来历 你就想想你们家什么工匠都有 什么工程师都有 生产粮食的有 生产水壶的有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都能造都能产 我们又有十四亿人 我们又不拒绝任何一种开放的可能性 我们向全世界张开我们的壁拔 凭什么死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 好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下期见